位於一二路舊警察局宿舍 年代久遠外牆老舊 而一樓長期以來都拉下鐵捲門 雖然這幾年有粉刷整理 但位處於黃金地段卻沒有使用 周邊店家覺得很可惜 這邊應該是整修一下比較好 不然都空曠在那邊 那個旗樓下面摩托車都停的滿滿的 那個行人要過去根本就沒有跑 對啦 這個是精華地帶 便利店 舌門都要搶的這個地方 宿舍一樓停滿了機車 實際打開門 裡面只剩下簡單的家具 原本的陳租人已經二十多年沒再使用 市議員藍敏黃邀請了當地里長 及市府民政處人員到場會堪 規劃利用一樓的室內空間 作為里民休閒活動使用 這棟建築物的前身 它是舊警察宿舍 那當時有一位退休警官的阿姨 在住 可是二三十年來 他都沒有住在這邊 所以三年前我就跟洛里長 一直積極的跟他溝通 我希望他能夠把這個權力 讓出來給我們里內來做這個 老人活動中心 還有社區發展協會的活動空間 那兩年前 他只同意二樓讓我們使用 所以兩年前我就先爭取到這個零溪工程館 先針對二樓進行整修 目前已經開放給我們的社區發展協會使用 那經過這兩年的努力 這個阿姨非常好 他已經全部的同意我們來使用 所以我今天特別在跟我們這個洛里長再來會看 那主要就是說 這裡我們也會進行整修 全面的整修 整修好了之後 會交給我們里辦公處來使用 未來我們希望這個地方 能夠開放給我們社區內的年長者來使用 因為二樓它有樓梯 而且非常的陡 不適合年長者 所以這裏爭取好了之後 我們會請里長來 來開放給我們里內的一些年長者來這邊做使用 來到舊警察宿舍二樓 五年前在議員藍敏黃爭取一下 整修後開放給李明使用 寬敞空間還有休閒座椅 由於每到夏天 二樓的空間相當悶熱 市議員藍敏黃 將爭取安裝冷氣 讓民眾聚會時更舒適 這個地段又比較在我們里裡面 有一些老人假如說來這邊 把他爭取來做這個老人服務 這個社區服務的地方辦活動 這比較方便 所以而且又不會把這個地方放廢掉 主要是我們要感謝我們藍議員他積極的來協調辦理 然後我們現在社區在二樓已經在使用 現在就是看一樓 能夠再繼續讓我們這一樓來使用 今年初很多社區的長輩跟我們講 這個真的是夏天真的太熱 那麼在里長的建議之下 我也緊急動用零星工程款 已經準備幫二樓來裝這個冷氣 我相信裝好之後 夏天就可以提供我們長子 一個很好的舒適的休閒環境空間 市議員藍敏黃認為 全市有不少的就有公家宿舍 有些在精華地段 閒置相當可惜 若能夠整理之後 交給區公所提供里民使用 也可以活化老舊宿舍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